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鲁台长 1985年 10月19号生 属牛 又是一个忧郁症 自己的虐张自己悲 脑子啊忧郁症啊 这里啊 对 现在他的功课该怎么做 你说什么 现在他的功课该怎么做 你给他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还没念啊 念了一千五百多张 我看看收到多少张啊 属什么 属牛 收到一半 病情有所好转 他现在 人不像过去一样 萎靡不正 现在人还有精神 对 还喜欢讲讲话 对 我告诉你 这个女孩子 你好好的念下去 给她放声 你给她许个愿 最好让她终生吃素 如果你这样的话 台长可以叫她半年 就恢复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念多少张小房子 和你 十月 你再给她念 八百九十张小房子 好的 好吧 好的 她很容易的 像她这个灵性 不是一个很厉害的 你小房子到位了 她就走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经常离开她生了 现在 所以白天 你这个女儿 特别安静 很正常 对 你到晚上的时候 就害怕 对 鼓掌 而且我看到 你们的家 你女儿住的 那间房间 墙不是平的 有个地方 是斜的 一个脚 对的 鼓掌 你知道吧 我话还没讲完呢 那个灵性离开她身体 也不愿意离开她很远 可能你白天念小房子多 你念经的时候 她就离开她 所以就躲在那个脚上 你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 你最好多念 快点念 以后晚上不找她 就好了 现在这个灵性 跟她有一点情缘 情缘是什么呢 跟她有点 那种暧昧关系 所以她经常 会感觉到 有人 怎么什么 她晚上就是 耳朵里就一直 跟她讲话 她睡觉也讲话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说悄悄话呢 谢谢 而且我告诉你 还弄她的身体 所以她晚上 尿瓶 尿急 经常小编 对 感恩 谢谢 你们记住啊 我告诉你们呢 你们得罪的鬼啊 她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啊 她要搞你啊 很容易的 昨天晚上 你们看见了吗 那个女的 跳舞漂亮吗 不得了的 吓死人啊 灵魂 灵性 一上去 我告诉你 你就变了个人了 你再有名的人 再伟大的人 没有用 灵性上去 你就完了 听得懂吗 不要找麻烦啊 放生又放多少条鱼 放生啊 放生放多少条鱼啊 一万七千条 一万七千条 慢慢放 我知道你们家里条件不是太好 慢慢放 好吧 这个女孩子 台长能救她的 台长能救她吗 来 跟我讲一句话 你把话筒给她 相信不相信台长啊 相信 台长能救好你 你相信吗 相信 我问你 你身上 你那个感觉有一个人 他怕不怕我啊 不知道 再想想看 怕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们 你叫她女儿一起帮你念经 女儿很快就会好了 这是你女儿上辈子欠的情债 好了 我不想多讲了 你们看看 你们周围都是很多的苦恼人啊 你们不要不相信啊 真的 人生苦啊 你不相信啊 这就会出来了